好嗎? 歡迎來到滿南空天河 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在拜六M6點來 尊實收看 滿南風帶你到底吃咖啡 為這期節目開始呢 阿龍沒帶你去吃的是 民西南門小姐 以前吃到很多漫男舍家 譬如說會問講究轉究都非常好了是不是 這期節目要帶你去的家的這個所在就是 山明的美食 因為在會問開很多山明的美食店 譬如說山外的舍家 林華的舍家 還有英安的雞條是不是 那今天節目開始呢 帶你去一間一間吃下去 今天阿龍來到這個店 是非常有幽愛的環境喔 看起來很像是當歌比聽小聲 但是不是的 這個店是吃這個 寶貝便宜的 有名字是這個店的店長 阿東 阿東你好 你好 阿東其實是三名人 地道三名人 所以沙縣是你家鄉的美食是不是 對 從小吃到大 家裡面的菜 對 家裡面的菜 然後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特點 比如超級高的性價比 然後超級高的一個便利性 對有一些明顯的缺點 我想給大家綜合一下 把兩個的優點相互綜合一下 所以想了 我們是那個 開一個沙縣電視的這個項目 所以你今天要給我們推薦什麼樣 你們店的就是 王牌菜 我們先來試一下餛飩 好 便室 在北京叫做餛飩 在蘇川叫做超秋 在亞文台灣叫便室 在亞文台灣叫便室 真是客人去耍外 就是要吃便室 耍外的便室 肉啊 那是Q彈彈 酥更香更脆 大家吃了都好吃 這個就是我們傳統 我們也比較常吃到的一些便室 煮好的便室 對待在碗裡面 肉湯裡面 有普桂藍跟蘭花像塊的便室 白頭人的皮 是葡萊師 中頭吃蛋白粉朗色 湯面上面 一蛋白油花 中還有一粗粗粗粗的蔥 燒滾滾 讓人的老脆弱 這小三個在說 像我的好朋友說什麼的 加起來 當年剛才是有感情的 很精緻 很小當然很美味 那種感覺 而且是我們熟悉的味道 從小吃到大 一碗好便室 除了皮滾滾 而且湯頭肉是很關鍵 老湯最多加醉 像新鮮的豬大骨 大鍋萬火 下去熬 這瓶濃濃香滾滾的湯 能看出三塊的小吃 雖然價值無貴 但是有很夠的生意 青蛙便室是相當好家 這個傳統的便室最壞 但是為什麼阿東 他們最喜歡傳統便室呢 因為這頭家的傳統便室 在新店裡 直接不一樣 因為他推出新的最壞 新鮮的便室 阿東做了百年後的少年家 躲在他鄉 蘇鄉旭情還是難免 通過傳統的三塊小吃的 堅持與改良 希望有些人 讓家用的小吃 以專心的面貌 讓那些年輕人 接受與喜愛 我們是蔥花湯 你叫海苔在上面是吧 對 這是做一個點綴 一個是為了這個 看回去更精緻 一個是吃起來 會有一些調味的作用 好 我們先喝這個湯底 這個湯底 這個更濃郁 我們試一下 喝一下這個濃郁的湯 這個湯開始惹了 看起來惹 說明說 他裡面不拿起 清湯小香 是這個豬骨的高湯 比如說我們用那個昆布啊 火腿啊 豬骨啊 去熬製出一個高湯 像有一些像一些 可能日本做拉麵的時候 用的那種湯底 所以味道可能會不太一樣 包括荒港也很不太一樣 嗯 到底我來雙方的 大小湯 湯底的基礎店已經生去做 日式的拉麵湯底 馬上就提醒幾乎的道具起來 又昆布跟黑腿來參 甜蜜完全沒想 這種在便室 躲在湯裡面的食物 還是非常新鮮的體驗啊 那整個湯當中 最主要就是點石囉 就是這個原料 這一塊 核心的食材不變 這也是沙線的一個優點 包法上 可能會收了我們 會塞得更多一些 啊 先在後退上面 第一十斤的菜肉 口感不夠湊 醋啊 沒用刀 可以在這炒鍋裡打炒馬鈴 聽說醋一斤的便室啊 既舊就說真香的 不過便室皮很關鍵 皮就非常薄 就是煮好的時候 看起來跟白毛利相反 麵皮 我都在湯裡面飄 吃的時候 試試一下 滑溜在家裡 這兩個 這樣對比起來 我看起來看起來 就是新鮮的便室 也是一些培 感覺比較熱 這個傳統的便室培得比較多 感覺 嗯 新鮮的便室比較激 它的肉感就比較結實的感覺 更大更加結實的部分 每一個便室 都成為一隻一隻的金魚 大地甜又香的 你是湯度的配合的腳 更加Q更加好吃 阿東要拿這個拌麵來 好 拌麵來了 拌兩分 這兩分 咦 咦 那是沒有太想 對… 對呀 先拌一下 這麼晚 這些麵如果沒有拌 待會 有可能30秒鐘 變淹水了 三塊拌麵 因為是雞麵 煮麵 甘酒水 麵入水以後 馬上噴起來 五、六秒就好 再讓人保證麵一球 不好意思 這麵還是那麼Q 雖然說這裏面 這個熱心酒 煮到這個通來 這個麵裡面 沒那麼夠 但是這麵手可是會用的 傳統的三塊拌麵 每一櫃 都是坐牠仔時的記者 不過阿東對拌麵的改良 並不是大拌麵 這個不可能會的 真有雜丁麵 是一直在口氣的麵 這個麵馬上 加起來非常會Q 真正是Q 剛才吃的傳統的 拌麵來相比 它的這個… Q的這個豆 會加強 如果是傳統的 這個新式的拌麵 第一度的差別是 新式的拌麵 它主要是麵 那傳統的拌麵 主要是在這個 乳生醬 是主角變化 以前主角可能是乳生醬 既主角變做的是麵 但是我相信 這個主角變化 對我們愛吃麵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便是拌麵 雖然是很簡單 台中的食物 但是 是很多山外國客 一定會記的企業 它是沖沖行庭當中 達到三重的特動計算 還是 考慮得比較厚 像在吞著肉 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選項 三明除了有遍佈全世界的 山外宵舊 一米一間 英安的雞條 會問阿彌陀佛會開花 這期中 有什麼樣的好料理 請客再會知道 曾阿龍來到這間店 是英安的宵舊店 哇 整個島上都是菜 咬米頭呢 是正店的老闆 美姐 美姐妳好 觀眾朋友們好 好 我來告訴妳這個宵舊店 雖然說宵舊店 但是我跟妳吃菜 最重要的風格 對 那是宵舊還是大舊 雞條 英安代表性的傳統味道 是英安人 開始自己生活的表配雜餐 還是英安人 每時每日都燒到的經典味道 一碗 燒湯湯 剛才出了雞條湯 三歲的英安人 用來吃的每一隻雞 這個是我們 我們英安的隔條 你吃吧 對 這個隔條你看 晶瑩剔透 吃 米燒出來 英安的隔條 英安隔條應該是 上東出名的小吃 我真的吃了 它其實很薄 對 現在英安的雞條一來 它是米作的 有米香 有米香味 香香 滑滑 滑滑 這裡下去就是水杯 還可以有米的香味 米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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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所以不像 製作一樣 做了英安雞條 白油 口感骨的獨特酒味 它切得很薄 對 這個薄 這個薄 我們吃得這麼會滾 才會滾 你不會糾 糾 糾 你還不好吃 你這湯頭 就放這個湯頭做點 吃 對湯頭做點吃 你叫這個湯頭做點吃 我試試看看 你試試看 湯沙這個雞條 到裡面吃 就水家了 對 這不是清湯 是大鍋湯 大鍋湯 燉的 燉的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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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大骨汤 鸡条本身够有骨 轻轻拿着就大铁子尖滑溃了 这就是这个 鸭肉你吃完了 鸭肉 鸭肉是这个 鸭肉那一款 很特别的小鸭肉 这个特别的 这一只鸭肉里面 从中的鸭肉 这差不多两骨头 两个鸭肉 这叫做活肉 为什么叫做活肉 活的肉吗 不是 它这个活肉很小 它是在我们这个鸭肉 鸭肉 鸭肉 有了 鸭肉 这两个 要拿着弄 它这个有经过咬肌 拿着拿着弄 活肉其实就是 在嘴巴上面 靠沸嘴口的部位 因为鸭整里在这里 整身口顶顶顶 就是这个部位 运动都在大 而且这种当中有胃 没差没鱼 最后就是简单的 放入湯 时间底 肉一瞬是酒 看起来很粗鲜 其实真有感觉 你看它这个肉吃起来 让它骨骨 嗯 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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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骨真的是这样 他现在我吃就说我 我就 我就刷刷来 这是我们银骨骨的特色 最具特色的 看起来很粗骨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环椒 我们吃起来 这叫一般的 辣椒没涨 它这个不上火 一般骨骨 其实就是豬肉 烫了油 倒油 看起来超线 但是 简单的骨骨 烫了一点就没什么倒油 跟骨骨里面的甜味 都丢出来了 今天你吃这几道菜 都是第一有关的部位是不是 对 刚才这个是 吃的肉 吃这个叫做 吃肉 这个是叫做 吃呢 你这个吃肉 这个是什么 你吃呢 看起来外形 很轻松是蜜蜜的 蜜蜜 你吃呢 看起来是什么 第一部位 要哪有蜜蜜呢 做一个爱吃的人 中午啊不是 身材最什么 是这个东西 好料不 好 这家菜啊 嗯 你猜这是什么 你猜这是什么 猜猜 猜猜 猜猜自己的部位 这一般人 如果没吃过 是不知道这是什么 好 我们给观众们看看 这看这个外形 它感觉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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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 我看这个外形 像我们这一样的蜜蜜 真正情 不是 不就是吃 刘哥 不脆脆嗎 脆脆應該不脆脆 你脆脆不脆 這是我們的醬的善惡 你家裡裡面的母語了 那邊人是不懂的 善惡 我們這善惡就拿來吃 這個特別好吃 阿中啊 酒 這裡特別的母語 隨你聽起來哭聲 吃起來 要是脆脆QQ 既然來到英安小姐 阿龍 你就臨鄉水修 多吃幾塊嘛 所以這個叫善惡嗎 這個不是 我幫你做這個叫善惡 其實我們這菜品是叫天梯 這真的 切 令人變醉了 每輪比的好料 所以我之前發現說 我們吃那麼多菜 有一個菜還要介紹 這個菜 這是你吃的 這是看這個 這是我們 這個是 這是蚵包 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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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用蚵包 蚵包 蚵包 這是我們自己做 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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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皮是Q的 他們人膨胖在心肝頂的 蚵包 一定要來吃看看 我皮比雙雙更Q 蚵的香氣 用力去皮裡面 裡面的鴨更有夠力 它這個蚵 我開老闆的時候 不是變糖的蚵 這是白蚵 這是白蚵的甜蚵 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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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今天阿龙吃鸢鸢的味道非常麻烦 因为在鸭文化讲到这么一样的鸢鸢的味道 其实有很多 这是您的家团的来吗 这个到我做的时间是等 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 到我这一代是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家的 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 是爷爷八 爷爷八那一代 所以到我婆婆这代 到这一代 我们这个鸭鸢是四年纯 才来我们家的家门鸢 在鸢鸢这间家门鸢60年了 差不多60年了 我们设计时会问人是比较什么 包容 比较包容 然后我们这个人数字也很高 我们来这家座 最先要问人家这些活道 午 الخ 文音吉与上 搭着英安男的眼睛来 已经不单单是该厨的那种味道 更是这种该厨的味噌 这种背面例 一个人生中一直有的记忆 这种夹着 乡修的嘉ici文化 到底会问 吃出夹侧的嘉 colabor味 或是在外面打拼油煮的另一份 四乎之情 三名人民经在当地对社会的理解 在不断的消息当中 形成了一场 独立的三名风味食谱 这位客家初代的凉花 还有很高兴的当地美食 两人来到的地方 是来吃凉花的客家菜 表面是这个客家菜的老板 孙哥 孙哥 你好 孙哥好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叫客家雷茶 我给观众们看一下 观众们看看 我看起来很像我们的蜜蜜蜜蜜 这味道很激烈 但是我感觉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这是什么 为什么呢 好像有点什么味 新鲜的味道 就是那种青草和味道 我感觉青草和味道 哪一场里面有加那个鱼心草 还有小叶金线 还有车前草 还有薄荷叶 有五六种青草 都是我们客家人周围 就是房间屋后 都有的那个比较普通的材料 这些吃了清了解毒 第一段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的鱼蜜没客气 甚至没有一定的鱼蜜 与中草药为主 甘叫按四凌饮茶 客家人 劳动以后 喝一碗鱼蜜蜜 哪只水达 还会饭 在客家公司门口 有几个鱼蜜蜜蜜蜜蜜 现嘴现饮 香草气息真浪 为什么叫做雷茶 这个名字叫雷是打擂台的雷吗 茶是茶叶的茶 它就是因为这些清朝 要经过这个工具 用那个锅跟那个棍子 摩擦把它捣烂 那就是因为这个动作而来 然后这个 动作是雷 用雷 转 这样转 我们叫雷 这样子转 那叫雷 客家话就是这样子雷 客家话 我们那边就是逢喜庆之日 或者是这个闲暇之日 像今天像外面下雨 那以前都是农耕时期的话 就是下雨天就没什么活干 那大家搭在家里面就 来做这个雷茶吃 把左邻右舍都叫过来 然后这个淋漓也是更加的和睦 然后大家有一个消遣的一个方式 最后一边就是淋漓口 这边其实我感觉很孙 台湾有很多青草的味道 还有豆的香味 而且还有淋漓 还有烧档 然后是胸东的水 最后的女帝 一个青草的味 先清出来 应该拉起来 麻和地油 混合起来的香味 让人家争开 只水喝下去 女帝的香味 超油的清香 全都大闹 感觉心清气速 是关米湿的中文人来到任何以后 他们猜用米 我们可以理解做的对米湿的怀念 那我们今天来尝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先尝一下 哦 这看起来的 我看起来不是真的看 哦 滑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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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应该是水吃的反正是鱼啦 而且鱼骨头是油滑 所以我把鱼骨煲下去 整个都加下去 吃水来面就是滑滑 应该是适合配这个鼻酒 这叫什么 你这叫做 这叫九糟泥丘 九糟泥丘 所以这个不是鱼是吧 啊 泥丘 不是小鱼吗 泥丘也是 就是池塘里那种泥丘 哦 泥丘那种 装到泥土里面的那种 哎哟 泥丘也可以做菜哦 哇 啊 两个土豆要吃虎啦 这土豆的制作不是那么简单 那是煮不好吃 超脾比真当的 像这个小时候 我们如果说去田里面 挖的这个泥丘拿回来 就用这种酒造进去干扁一下 然后做出来 一般那天晚上就是饭不够吃 就是兄弟姐妹就抢着吃 肯定的 坚定的 如果这道菜起来 我感觉这道菜真好吃 我算是泥丘 加一碗 再尝一下 是啊 真好料 酒造土豆跟女帝相关 酒堆出宅 用极酒要穿下来的酒造 和餐厅里面 青菜夷看得到的土豆 竟然做得这么好料 相会让人吃不甘酸的 配酒的味道 客家人的顺便 可能就是表情在吃啦 这个汤 这个是汤啊 可以 这个可以哦 我吃这个 因为这个 红包里面的炒肉汤 我觉得这个汤 真的是完整完美的 因为汤里面我吃的就是 这个枸的这个味噌 完全是枸的味噌 来自大煮的 这个枸的味噌在里面 当年春夏之后 好险 美串南平的串买 今年一年一百会货贵 连面不停的大火 让这道枸双 万世新年的用分 一款 像我新奇西菜的枸 这么在破土理术 它就是红包 有没有加一些什么味精啊 盐之类的 我感觉好像 几乎没有感觉 就放了一少许的盐巴 哦 味精是没有放的 没有放 不能放味精 它非常的鲜美 嗯 那你味精放下去的话 就等于 把它的味给加做了 对 你就吃不吃那种感觉了 是不是 是的 红包 香味特别 有那么很香 它的味 比任何的果来说 都似的好吃 这红包汤 我就给观众朋友看看 我给他够吃 给你们看一下 他哦 这是红包汤哦 这汤里变成 都是红色的 所以呢 应该 这汤里面 红包的料理非常久 哇 这汤里祖联 另外客家人 是对中文南千的 这一句 很重要的面称 客家人 在另外青年 欢迎生活的雷霆当中 若冲着了 灿烂的客家文化 还在客家人的菜肴当中 竟然亲亲的印记 客家学家 都是集团的处宅 经济实惠 有特别的地方风味 这一句这部当中呢 阿龙朝来吃到 非常随着 好家的三名的学家 吃了有創意的 有闻的欢的三个学家 吃了非常Q的 英安的鸡条 就能够 真特别的 鸣花的客家菜 我相信 我们的观众朋友 对这三名的学家 有新的领食咯 在这部当中呢 阿龙会继续 带你去吃咖啡 好 今天的节目 这样咯 万能痛万能吃咖啡 的这一句再会 啊 优优独播剧场——g 嗯 回去计划